《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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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個好的領導 絕對不是說 聰明才是高就夠了 其實是做事和做人 所謂做事就是 你的能力要有 你這個不管是 技術工作也好 管理工作也好 或者到了後來一定融合 做人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真的了解人 你能不能帶人 讓他們願意跟著你走 付出100% 120% 偶爾抱怨 還是跟你走 就是做人 做人比做事難多了 通常成功的領袖 這兩個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父親都從大陸過來 我父親當讀書人 他是一個非常嚴謹 非常重視這個品格 很清楚 他也不會一天都跟我講過爸爸 可是有時候這個嚴教不如身教 所以我是覺得 我很高興 也高興很懷念 我父母帶給我的這些 真的很重要 但是無形的資產 我去考量念的是材料科學 我那畢業有三個提供 一個是鋼鐵 一個是化學工業 一個其實是惠普 惠普這個工作 其實是做半導體的 我選擇那個 最後選擇惠普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這是半導體產業 是一個在成長的產業 發覺這是我做的最重要的 正確決定之一 很巧的機會 我是1987年 回台灣來探親 我的經濟幫我安排 去看看比如說工業院 然後也安排我去跟台積電 那時候曾凡成先生 interview過 曾先生希望我去台積電工作 我跟他 那時候當然也有點捨不得 美國的工作 美國工作其實蠻好的 所以是掙扎了很久了 不過anyway 1989年就決定來參加台積電 我在美國的經驗 主要是比較偏研發 製造我比較沒有經驗 其實當時我在想 很多公司都叫technology 或什麼tech 為什麼台積電要叫TSMC的AM 就是manufacturing 那我想既然公司的名字 都是manufacturing 這個應該是主流吧 我做事前面幾年 學到另外一個的事情 就是說要做事 再主流 你的成長機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就選擇去製造 結果做得也還不錯 中華電影是個服務演 所以我從台積電到中華電影 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佛機是台灣剛剛出來 中華電影是龍頭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一個很不一樣的 讓這個社會大眾都記得 中華電影就是佛機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事情我還蠻得意的 我離開中華電影以後 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打算 後來蔡總長打電話找我 我們就談了一下 那我跟他談 我們兩個也達成一些共識 就是technology leadership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希望把公司做成一個 比較世界級的公司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來 兩個道理 我說來第一個一定要有意義 聯合的重要性 我覺得對台灣社會也很重要 第二個要有趣了 到現在為止我的經驗 其實我離開很多個舒適圈 講起來容易 其實做起來不太容易 我現在很鼓勵我的同仁 離開舒適圈去做 當然要去做有價值的事情 要勇於去碰到這個新的機會 接受新的挑戰 一開始都有點遲疑了 不過想通了就全力去做 也就不要再東想西想了 我想台大物理系四年 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四年 雖然說物理本身是很難的一個詢問 可是它的很多的基本的道理 基本的觀念 自然的定律 其實跟後來做人做事 其實是有很多相合的地方 對我以後是有我覺得長年的影響 寫助校友當然是一個很高的榮譽 我非常謝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